我还在天津卫视 那看着著名的 世界著名的二位同时 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 还有点激动 你现在还能说天津话呢 没问题 相应难感 真的 这个我老说 我每个地方的语言 都有自己的DNA 这个DNA是改不了 改不了 你比如说 像我离开家 我是68年上山下乡的 对吧 也就是68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可能大家 太50年了 对 如果不是天津人 我讲话 还能骂骂骂骂过去 只要是天津人 我就讲的是 现在的话 他一听 你天津可怜 我也一样 我一听 我说你天津人吧 我就能听说 天津人吧 你天津人吧 你天津人 你讲的喂吧 对 你是王芳 王芳 你是王芳 这不叫王芳 叫姐姐 叫妈姐姐 他多大叫她姐呀 天津人奇怪 管谁都叫姐 管 只要女 是女的 就叫姐 不是女 天津人叫女 女 是女的 你听那个 我有这个说像上 有个女的 天津人买了个臭子 臭子 一袭就臭了 臭了 一蹭又仓了 这是我们天津人的笑话 关键是我们跟蒋大为老师 最初不是特别熟悉 那个时候 因为我早就说 我一直是蒋老师的超级粉丝 从小就听他哥长大的 后来我们第一次采访蒋老师 蒋老师特别严肃地站在那里 因为当时不熟 过了一会儿 出现一讲八手的事 您还记得吗 记得那怎么不记得 就是 我这辈子我也不会忘了 就是蒋老师这么严肃的人 特别认真的 我说蒋老师 听说过去都管您叫蒋八手 因为他一唱歌呢 不唱完八手 人家不让他下去 我成名许多 对 效果也比较好 所以每次上台 没有八手以上上台 是的 可是这个时候 王维念老师呢 非常不识时务地接了一句说 我也出了个盘 上面也有八手歌 蒋老师特别认真的说 那你就是王八手 同时我们在台上就有个美名 一个蒋八手 一个王八手 你还说呢 现在我这原来 我各种那种好听的名字没了 现在好多观众一见 哎呀 你王八手吧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邀请到 与大来宾蒋大为 密切相关的三组神秘来宾 此时此刻 他们正在三个不同的房间内 光看着场上情况 想要不要老师知道你之前来吗 你也能跟他说 没有 他当然也说不让说 没有那头颜 漂亮好看 今天这个蒋老师来的时候呢 问了我们编导好几遍 说我特别想知道 对面那三扇门里是谁 你可能以前做的节目呢 编导之前呢 都会给你打个招呼 对对对 说蒋老师啊 上去之后呢 你看 人是来了 是谁谁谁 但是你必须要装出不认识 这回 起码你问了我们八个编导 我问说的人都不告诉我 我说能不 我第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天津卫生有个节目 叫你到时候我们请三个嘉宾 我什么人呢 你甭管 我说你别请了我不喜欢的人 对 之前你肯定都喜欢 对 那他说你甭管 我做那么多年的节目 第一次到现在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他肯定自己也着急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是谁 我感觉像被绑架了 但是蒋老师 你估计会不会有您的 初恋情人来呢 我可什么人都能整来啊 他找过 我不让他找 但是后来他找了没有 我就不知道了 我相信我没有初恋情人 我就一个夫人到现在 就一个 夫人初恋 初恋 有没有就是在你跟你夫人恋爱之前 你有点喜欢的 没有 真没有 人家有点喜欢你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不敢问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师娘还是很在乎的 张老师 实话是说 对蒋老师要求特别严重 那您在上山下乡的时候 有没有那些村里的小邦呢 我村里有个姑娘娇小 在你身边换过的那个 一件你看 没有 我上山下乡的时候和我爱人 我们一起走的 一起去 也是在一个地方吗 我们俩是从天津 然后到 我们内蒙吧 好像是 一个宣传队 然后我们俩下乡 一起下乡到内蒙 后来我们俩从农村 一起又到了部队 到了森林警察 我爱人那人 后来又从森林警察的宣传队 到了沈阳空军文物团宣传队 因为他比我唱得好 比我喜欢各方面都好 人家空军把他挑逗了 他比您还唱得好呢 对 就把我给甩到 就甩下了 这个部队 工作 不说人 然后我到75年 我就调到了北京 调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然后他们沈阳空军 一看蒋大卫已经到北京了 看来我爱人也得走 这样后来我爱人要求 说我 果然 走了 就跟您一起到北京了 我一起到北京了 后来军装 我们俩一起在 中央民族歌舞团